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当这段大家耳熟能详 京腔京韵十足的乐曲响起 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回到了老北京大宅门里的故事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秉申年春节 这首改编的大宅门主题曲 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6中国陕西丝绸之路新春招待会上奏响 为2月10日即将到来的国风秦韵 陕西传统文化表演日日 我们中国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窗口 一个展示中国最优秀文化的一个窗口 一个桥梁是连接着中澳两国人民 两国政府两国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 一个平台是中澳人民和中澳两国的这个机构 之间交流建立友谊和大家讨论的一个平台 那么还有一种服务 就是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资讯资讯服务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功能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当地的澳洲人 更多的了解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 此次招待会上演出的无首曲目经过精挑戏选 开篇曲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 快智人口的音乐作品《春节续曲》 曲目献戏 曲材于陕西地方戏曲 以琴枪 碗碗枪等戏曲音调为素材 抒发了对八百里秦川欣欣向荣的由衷赞美之情 同时也将招待会推向了高潮 加上前面提到的改编大宅门和压轴曲《花好乐园》 赢得了观众的真正掌声 因为在国内我们的音乐会 也是在音乐厅到这边来 最不一样的应该是观众 因为观众除了我们的同胞 还有很多外国友人 那么可以从同胞那里感受到浓浓的 这样一种思乡的情绪 当然还有临近过年的这样一种 欢乐吉祥的气氛 演出单位陕西民族文化艺术团 是由陕西省的十几位青年艺术家组成 以弘扬四路精神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和传播陕西地方特色文化 为宗旨的专业艺术团体 他们1月18日在阿德雷德结束了 2016中国陕西丝绸之路新春音乐会 澳大利亚巡演的首场 随后还将在悉尼 霍巴特 墨尔本 等澳洲多个城市进行演出 国家文化部有欢乐春节 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 每一年在海外会有大量的表演艺术项目 我们这一次的民族音乐会 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这次活动 也是文化部2016年海外 欢乐春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临近中国的传统春节 要祝所有能够看到 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向大家奉上新年的祝福 祝大家新年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